在新冠病毒爆发,武汉告急,湖北告急的关键时刻,根据中央安排,山东对口支援湖北黄岗。 2月10日,山东省委决定成立对口支援黄岗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。 省委副书记杨东吉任指挥长,明革山东省委会主委,副省长孙继叶任副指挥长,坐镇黄岗战役前线。 2月11日,明革山东省委会主委,山东省副省长孙继叶率指挥部先前队和第九批医疗队119人从济南启程。 千里跃进大别山,毅然奔赴黄岗战役第一线。 黄岗是革命老区,多数县属于大别山区,医疗条件较差。 孙继叶首先来到大别山南路的革命老区西水县调研,支持当地建设小汤山市医院。 当听说黄梅县疫情严重时,泰雾雨驱车200多公里赶到黄梅,实地考察雷雁山小汤山医院。 详细了解当地疫情防控情况,摸清难点和短板,及时提出指导意见。 防疫是一场无声的战斗,病毒像看不见的敌人随时有感染的风险。 在做好支援工作的同时,医疗队员的安全是令人担心的事。 无论走到哪里,孙继叶都反复叮嘱队员,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护。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山东已累计支援湖北医用口罩2164万只,防护服30多万套,防护面罩和护目镜50多万个。 小杀用品2800多吨,捐赠蔬菜水果3700吨,捐赠资金8.32亿元。